英国前首相特拉斯 展现挺台立场 他16号抵达台湾 进行围棋五天的访问 也是继一顾的英国前首相 财奇尔之后回为27年来访 对于中国打压台湾 特拉斯不客气回击 特拉斯维持一贯挺台立道 让中共再度爆气 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在推特上开呛 说特拉斯担任英国首相时任期最短 台湾是下台西方官员的博物馆 不过这番话被网友打脸 说中国连一个当选或任期最短的总理和首相都没有 中国不只打压台湾的国际舞台 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另外在南海的扩张野心 让菲律宾气得找美国来撑腰 美非联手要堵住中国威胁 不过有消息传出中国正进行黄岩岛的 填沙作业要打造第四个不成航母 而中国目前在南海已经有三个人工填沙岛 未来恐怕成为对抗美非阵营的新据点 记得李约琪整理报道